好,我们再来看看俄乌的斗气后续效应继续发酵 乌克兰基辅法院在5号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2009年俄罗斯天然气享受每千立方米每百公里1.09美元的过境费失效 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总裁杜比纳在星期一重申 乌克兰没有截留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境内输往欧盟国家的天然气 欧盟国家接受到的天然气数量的减少的原因 是因为俄罗斯方面减少了供应量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也表示 从1月1号至1月5号 欧盟天然气用户总共少接收了5000万立方米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 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派出的观察人员 无法进入乌克兰境内的气量站 因此俄方求助欧盟对过境乌方的天然气供应量进行监测 欧盟伦子国主席杰克副总理冯德拉也在布拉格表示 欧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的争端中将不会充当宗裁者的角色 也不会以其他的方式卷入争端 为此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强调 欧盟约有五分之一的天然气是过境乌克兰从俄罗斯进口 如果欧盟继续充当观光客 那么乌克兰在持续截流俄罗斯天然气的十天之后 欧盟国家将首当其冲地面对严峻的现实 富豪卫生路易光亚历山大莫斯科的报道